轻松 把我的心吹动 多少逞逢的我日期 这是一首足以传世的经典之作 是罗大佑为陈恶美演写的一首情歌 人生何处不相逢 国语版就是周华健第五张个人专辑的主打歌曲 《最真的梦》 这首歌传唱至今三十多年了久唱不衰 也曾有无数知名歌手翻唱 但都再唱不出原唱那种淡淡感伤中 透露着潇洒放达的感觉 没想到三十多年后 一位流浪在街头的残疾歌手 却有如此滋涂干净的嗓音 在如此喧浪的大街上 却唱得让人有一种久违的感动 个人感觉他唱得比周华健还要感伤动听 是否还记得我 还是遗忘了我 今夜微风轻轻松 吹散了我的梦 为何等到错过多年以后 才明白自己最真的梦 最真实的梦会有什么景象 音乐最好的地方 莫过于在一个陌生的地方 在一条陌生的街上 听见熟悉的旋律 发现一种久违的感动 想起那些年那些风吹过的时光 这位流浪歌手最真的梦 有没有让你有种久违的感动 有没有超越原唱周华健呢 能有什么看法 请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点击订阅 下期更精彩